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欢迎大家收看屈基TV 这个屈基焦点栏目 我是邓飞校长 最近也有一件很经典的事件 就是澳洲和美国英国 成立一个所谓新的联盟 叫AUKUS 一方面成立了联盟之后 最重要就是针对中国 另一件事就是 澳洲撕毁了和法国两年前 签订了一个潜艇的合约 改为向英国或者美国 扣买一个核动力的潜艇 引起了法国高度的不满 短暂出现了所谓外交的纠纷 这次想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谓的军事工业的复合体 尤其是介绍法国 军事工业复合体简称军工复合体 英文简称MIC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就是军工复合体 其实在国际政治学或新闻里经常出现 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而且一般来说 军工复合体多数是说美国的 我今天会先介绍什么意思 然后再说法国 法国也很有趣的 如果说起军工复合体 他无所否认最初提出的 真是美国人提出 准确地说是1961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 亦都是二次大战里面的将军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 试任的时候 他的告别演说上面 很明确地提出了 要小心美国出现了所谓的军工复合体 在这里容许用小时间去复述一下 他这个 告别演讲里面相关的内容 他说直到最近一次世界性冲突 即是二次大战 在二次大战之前 美国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军事工业 美国的农具的製造商 他同时也可以製造武器装备 但是我们从此之后 就不可以用林郑磨枪的办法 来承担国防上的风险了 我们被迫要为了国防去创立一个 庞大的永久性的军事工业 服务于一个国防机构和军事工业 总共有350万的蓝蓝蓝蓝服务 美国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开支 是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年纯收入 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工业 是相互结合 这个在美国立国历史上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 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 包括经济、政治、甚至精神上的影响 现在在美国的每个城市 每个州议会的大楼 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面 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的艺森莫威尔 就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我们不可以忽视了它的影响 因为它牵涉到美国的人力资源生活 以至到社会的结构 在联邦政府各个部门 在州政府各个部门 我们非常要警惕 就是军事工业联合体 它取得了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 无论它到底是追求什么目标都好 分分钟它这个权力恶性的增长 是会持续存在的 这个就是艺森莫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讲里面 提出了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影响 你听了上来这句话 尤其是译成中文之后都挺累積一下 简单来说 以我邓飞将他重新组合过的讲解 简单来说第一 用专业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所机构 去取代以前的一般的工厂企业 那种林郑磨枪式的军工生产 什么意思呢 就说在二次大战之前 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 其实不存在有所谓的专业的军事工业 和普通的军事工业 没有这么分的 普通的军事工业 它可以生产 顺带生产枪子弹药 飞机大炮坦克 这是艾森豪威尔的说法 我不完全认同 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有一个很有名的冰工厂 叫春田冰工厂 春田冰工厂Springfield 英文叫Springfield 春田冰工厂 我第一次讲的时候 大家以为是日本 以为是麦兜的春田花花幼稚圈 其实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冰工厂 生产步枪 很有名的叫春田步枪 其实艾森豪威尔总统 他认为以前没有一个独立冰工厂 或者军工企业 所有的民用企业 可以同时生产军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所谓的军事工业利益集团存在 但是经过二次大战之后 就完全两回事 二次大战之后 就令到所有的工业 一分为二 一类的工业就叫民用的工业 另一类就纯粹是军工生产的工业或企业 在这时候这些军工生产的工业企业 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团体 利益集团存在了 例如大名鼎鼎的波音公司 大家知道波音公司是生产客机的 但是它可以生产战机的 另外还有一个叫Northrup Grumman 中文的翻译很窍口 这个也是一个冰厂或者军事企业 另外还有一个很出名的Martin Lockheed 马丁诺协公司 也是一个冰工厂 它生产导弹 还有一个生产战机的雷神 雷神公司 我刚才说的波音 Northrup Grumman Martin Lockheed 以及雷神公司 是排首四位的美国的军工企业 当然不仅仅这四个 还有的 这些军工企业就变成了一个 独立的利益团体 so what 那又怎样呢 影响了大 这个所谓军事工业的复合体 就变成了国防部 军队 军工企业 研究机构 以及相关的国会议员 四方面的人 就变成了一个 商户之间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 首先 国防部和军队 它需要新式的武器 它就会向美国国会申请部款 接着 军工企业 它就会向国防部和军队 去推销那些所谓新式的武器 然后各种的智库机构 研究机构 最出名是RUN 难得企业 难得公司 那时候就会论证这些新武器 对于美国国防 是有什么必要性 就是完成了一个学术上的论证 然后呢 研究机构论证了 军工企业 拿着那些新型武器的货板 跟国防部去游说 国防部加军队 就拿着这堆东西 一起去游说相关的国会议员 因为要国会撥款 那国会议员就撥款 撥款的时候 给了钱给国防部 国防部的钱 就交给军工企业 军工企业生产武器出来 然后这些武器 就交给美国军队使用 本来也算是正常的 但是久而久之就存在什么呢 你所有的军工企业 你为了要做多几张订单 做多几笔生意 赚多些钱的时候 你就需要什么 是不知不觉之间 你就会夸大了美国国防 对新式武器的需要 那怎么为止夸大呢 要夸大有什么难呢 就找一堆那些支付机构 军事研究机构 大学的研究所 在学术上证明 美国是需要一款新式的导弹 美国是需要一款新式的战机 美国是需要一种新式的军舰 美国是需要一种新式的坦克等等 自然就会有学术研究机构 配合你在学术上证明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美国的军工企业 它就会派出游说公司 Lobbing的机构 去游说相关的美国的国会议员 和撥款的委员会 去批钱 手松一点 顺手批钱 去给国防部 然后美国国防部收了钱之后 向美国军工企业订购 而且美国的国防部 和美国的政府 美国军队 为了证明 这些武器是真的必要的 那你怎么证明必要呢 打仗就是必要的 你不打仗 你揽着一堆新式武器 有什么用呢 过期就没用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后 造成了美国国防部 美国的军队 以至到美国政府 它是不得不透过不断发动战争 发动武装冲突 发动一些所谓的 都不是和平演变 不是颜色革命 根本就是透过政变的手段 去证明 美国是需要这些新式武器 所以战争就变成了一个需要 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需要打这么多场战争 是美国的军工企业 和它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是需要战争来去消耗 和论证严证新式武器的重要性 继续的话 就去打仗 打仗就消耗武器 打仗就检验新式武器 证明可以 有用的 那你美国过后就继续撥款 美国过后就继续撥款 美国过防部 美国军队 是拿了钱之后 就继续去采购 军工企业的新式武器 跟着那些智库机构 就继续去论证 这些武器是有用的 那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军工复合体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战争不是真的国防上的需要 而是企业或者商业上的需要 这就叫军工复合体 大家明白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现在发展到今时今日 除了军事工业复合体 以后我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就叫军事娱乐复合体 怎样娱乐化呢 打机 明白吗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 不过今天重点是说 一个大家不太留意的国家 就是法国 因为无论是香港也好 还是中国内地也好 可能因为学英文的原因 就会对英国 美国 英文世界 英语世界 就关注会比较多一点 对于法文来说就会关注比较少一点 对于法文世界关注更加少 但是不说不知 其实法国整个国家也是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 不过跟美国有点不同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法国 值得留意一下 挺有趣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法国之所以要建立一个法国军事工业复合体 它跟美国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 法国要确立一个叫国防独立自主的原则 什么叫独立自主 就是说它不倚靠人 它不倚靠谁 说到底就是不倚靠美国 它必须要 法国的军队必须要完全独立自主 是不能倚靠美国的 如果完全倚靠美国去供应军事装备 就等于法国的军队失去了自主性 等于法国的国防就被美国操控了 所以是基于一个法国的国防独立自主的原则 所以法国政府必须要建立一个 军事工业的复合体 事件整件事的发展都有一个历程 简单来说就是二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法国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很惨痛的经验 就是当它面对希特拉德国的时候 希特拉德国只是用了59天 不到六个礼拜就将法国打败了 法国就投降了 相比一次大战 一次大战法国坚持了四年 法国首都巴黎都没有被德国攻陷 谁知道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 59天 德国军队已经扫平法国攻陷巴黎 这件事令到法国是丢架得不得了 曾经何时法国陆军是欧洲第一陆军 拿破仑时代 法国陆军是享誉世界的 谁知道现在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 59天被扫平了 很折磨的感觉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法国到最后能够从德国手中解放出来 基本上是靠英美盟军去解放它 尽管当时有个所谓的自由法国运动 就是由戴高乐将军 就是后来的法国总统去领导 就是继续在海外抵抗德国的入侵和占领 但是你是在海外抵抗的 以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 是绝对没有实力打回法国的 是完全没有的 因此真正解放法国是透过英美盟军 再加上加拿大 英美盟军在洛曼底登陆 1944年的6月洛曼底登陆的时候 才叫做帮忙解放法国 在解放法国的过程中 美国已经算是给足面给法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说明明是美国军队解放巴黎 但是美国军队自己不动 就给自由法国的军队 其实是游击队 你们自己先进城 你们主动进了巴黎 然后美军再跟进 就是给足面给法国 给足面给戴高乐将军 但是奈何戴高乐将军 法国人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 很高昂的一个国家和民族 始终都觉得是很丢架的一件事 在这个时候变成带高乐将军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跟美国 或者英国是对着干的 明明别人帮忙来解放你也好 他很多事情都不合作 在这里介绍大家看出电影 就叫艾克 艾克就是艾森默将军的简称 《诺曼底登陆倒数》 在这部电影里面 就讲《诺曼底登陆倒数》的过程 可以了解到这部电影 就知道 戴高乐将军 很多事情都跟美国英国对着干的 令到美国英国是很投赤 为什么呢 因为戴高乐将军很清楚知道 法国战败更加需要维持他的自主性 发生了一件很离奇的事 就是戴高乐将军 当他在英国 去领导自由法国的行动的时候 曾几何时 英国皇家空军 配备了一架飞机给他 谁不知有一天 戴高乐将军坐这架皇家空军的飞机的时候 就出了意外 那架飞机的话 幸好机师 驾驶技术好 才能够顺利着陆 而那架飞机的后边的引擎 已经着火了 到他顺利着陆之后 相关的维修保养员 去检查那架皇家空军的飞机 就发觉是人为破坏的 换句来说 不排除一种可能性 就是英国是想 整死戴高乐将军 因为觉得戴高乐将军很烦 他太强调法国的自主性 太强调法国的独立性 这件事就是 某程度上是一个迷案 世界历史是一个迷案 但是这件事就加剧了 戴高乐将军 他认为必须要维持 法国的独立性 不可以纯粹倚靠英国和美国 这个不行的 有件很诡辟的事件 然后时间来到 1960年 1960年的时候 法国自己也有了原子弹 但是未有核潜艇的技术 因为 你所谓的原子弹 或者核武器 有陆海空三种 发射 原子弹的办法 空军用战略轟炸机 去将原子弹投放到敌人的 领土上面 相当于炸长期广道 另外就是陆基导弹 在陆地上固定的导弹 将 带有原子弹 弹头的导弹 发射 打到敌国 第三种情况 就叫海基导弹 就是用核潜艇 躲在海底里面 躲在海底里面 然后就发射原子弹 打到外国 在这六海空三种 发射核武器 或者原子弹的技术 其实是最具战略价值 最有隐蔽性质的 肯定是核潜艇 所以核潜艇 包括核动力的潜艇 和大核武器的核动力潜艇 这个技术是最先进的 是最有战略价值的 在50年代末的时候 美国已经将这个技术 转移给英国 一定程度上转移给英国 然后时间来到1960年的时候 出现一个 历史上的 迷案 或者一个 沿岸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法国想向美国说 我可不可以都要核潜艇技术 跟着美国一口拒绝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美国是愿意分享核动力潜艇的技术 给法国 但是法国一口拒绝 到底是法国向美国要 美国拒绝 还是美国给法国 但法国自己拒绝 这个是两个版本都有 我亦分不到哪个版本才是真的 别管了 总之1960年代的时候 这个核动力潜艇的技术 法国就并不能够在美国 获取得到 在这个时候刺激了法国的政府 法国的政坛精英 觉得我要加快 确立一个所谓的国防自主的原则 因为80%的原子弹或者核武器 都是透过核潜艇 发射出去的 不是靠陆基的导弹 也不是靠战略空军的轰炸机 不是的 八成都靠核潜艇 所以核潜艇是很值钱的 到60年代有件事之后 法国的政界 尤其是戴哥洛总统 他做了总统之后 就觉得要加快推动 法国的国防自主原则的确立 那就精彩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终于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 法国军事工业覆入体 法国的国会 法国的政府 法国的军方 法国的军工企业 就完全是整个国家都好像一个商业运作 相互之间配合 首先第一件事 法国要确立一个国防自主原则 他面对着一个两难的局面 就说如果法国要建立一个 full picture 完全独立自主的军工体系 由常规的武器 一直到核武器 都是make in France 都要做一样东西 不是不行 但是你用很大规模的投资 而另一方面 你要维持一个这么庞大的 法国军事工业体系 你如果单靠法国国内的市场 即是法国军队 是完全不可以满足一个这么庞大的 法国军工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你吃不起的 法国的市场太小了 没有可能去养得起这么庞大的法国军工企业 在这个时候你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法国必须将它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 向海外销售 去出口 透过海外的市场 去赚取了钱 去供养着整个法国的军工企业 整个法国军事企业 能够自主 能够生存 法国的国防 才叫自主 而法国的军工企业能够自主 不能够依赖国内的市场 不能够依赖 法国军队 必须开托海外的市场 所以形成了这么庞大的 以出口道向 法国的军事工业科学体 就是这样的 在法国的军事科学体里面 有趣的地方就是国会政府 军方企业 大家有分工 法国总统 和政府部门 负责 对外推销 推销法国的武器装备 甚至 在撒科齐总统的年代 法国总统成立一个 War Room Committee War Room Committee 快速反应的一个 Marketing的部门 最初就想在法国财政部下 成立一个 War Room Committee 后来就提升到 直接under总统 这个War Room Committee里面 包括了总统府的代表 高级的内閣官员 他做什么呢 原来这个War Room 纯粹是 紧盯着国际军火市场的变化 包括销量 价格的变化 十足一间公司 尤其是金融公司里面 负责钉着股市的人 做什么 他钉着国际军火市场 为法国的国家 赢取军工武器出口的订单 去提供快速决策的参考意见 这个其实是一个 Marketing部门 而且是一个快速反应的Marketing部门 你想想多厉害 是法国总统under之下 一个War Room Committee 你说多厉害 接着 法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他就负责 除了贷款给法国的军工企业 做一个生产之外 他亦都为法国的军工企业 提供一个 出口信贷的保证 法国的银行 金融机构要做的事 接着 法国军队不是纯粹为了保护法国 法国军队就负责 在法国的军工企业 在sell的过程之中 在对外推销 做demo的时候 法国的士兵 法国的军官 负责对着海外客户 去示范 如何应用这些武器装备 甚至 销售了武器装备之后 法国的军队 会派出相关人员 帮助客户 去培训他 如何用这些武器装备 所有的售后服务 是由法国军队负责的 你说很有趣 是很过瘾的 法国的军工企业 能够在世界的军火市场上 赢取了订单 他有很大的优势 法国的武器 是有两个很大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什么 一物多用 什么叫一物多用 他一件武器装备 他可以不同的应用 他就不像美国和俄国 很多时候 一物一用 一件兵器 只能做一个用途 我举个简单例子 大名鼎鼎的幻影战机 这是法国的品牌 幻影战机的话 他可以变成空中作战的战斗机 改了一些装备 可以变成一个强击机 强击机就是 由空中攻击地面 他改了一些装备 又可以变成偵察机 即是说 一个大壳的平台不变 他变少少东西 他会变身成不同的用途 这些是其他国家不是 其他国家分得很清楚 这个是战斗机 那个是轰炸机 那个是攻击机 这个是偵察机 完全隔绝了 但是法国不是 一个幻影战机 转小小装备 那个主体不变 他的用途就可以改变了 另外 有一款叫做西北风导弹 不是吃西北风的意思 西北风导弹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导弹 那些导弹就是地对地 要是地对空 要是空对地 导弹的用途固定了 但是 法国的西北风导弹 陆海空三军 都可以使用 少少变身就可以了 这个是很精彩的 另外第二个优点是 法国生产的那些武器的平台 它是可以兼容 其他国家设计的 电子系统 和武器 就不用说 整个system 要所有东西都用了法国货 它不用你这样做 你和美国 俄国不同 美国俄国 你买一件武器 整样东西 由武器本身 到电子平台 都好 所有东西都固定了 美国 俄罗斯 俄罗斯 但是法国不用 一个平台 是法国的 但是它是兼容其他国家的 电子通信系统 指挥系统 和武器 比如 震风战机 震风战机这架飞机上 装载的导弹 不一定是 Made in France 你可以 装其他国家的导弹 如果你买一架美国的战机 要装法国的导弹 这是没可能的 你不用想 这变成法国的武器 就是这个优势 一物多用 所以我看回我们这次 澳洲订购 所谓的法国的常规潜艇 其实法国也是 最大程度上遷就了澳洲 以及遷就了美国 为什么这么说 严格的说 它只是潜艇的航海器 本身是Made in France 即是它整支船是法国的 但是在船上 法国潜艇上的 升纳系统 和鱼雷 都不是法国製造的 不需要是法国製造的 可以因应澳洲的需要 去订购其他国家的升纳系统 其他国家的鱼雷 都可以得 所以其实法国在最大程度上 遷就了澳洲 也遷就了美国的情绪 但是照样子也被人毁约 那没得说 那也没得说 除了法国武器的优势之外 总之就是 如果你要查 法国的 军工销售的情况 其实很简单 全部文件都公开 因为每一年 法国的国防部都会向法国的国民议会 即是法国国会 提供一个军工的销售报告 我举个简单例子 2018年的时候 这份交给法国国会的军工销售报告 就说明了 2018年法国军工的出口 是20年以来最高的 比起20年之前 翻了一倍 只不过到2019年 就更惨了 2020年就最惨了 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 就造成了法国军火的出口 突然急降了很多 原本 是法国自己预期 去2020年 即去年 法国的军售 原本是可以超越了俄罗斯 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军火的销售国 无论如何 虽然受疫情影响 受疫情影响 不只是法国受疫情影响 所有国都受疫情影响 但今时今日也好 法国的军火销售在世界上 依然都是陪围在 第3至第4名之间 不少 另外 法国的军工企业 雇佣人员 佔 整体法国工业人口 大约13%左右 我留意 我不是说法国的整体就业人口 我只是说法国的工业人口 因为法国工业人口 随着法国工业 一直向外迁律 占全国级业人口的比例在下降 但是在法国工业人口里面 军工企业人口 比例并没有下降 更加重要的是 现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号称自己是代表左派 代表左派是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 尤其是他右翼的政敌 勒邦 勒庞女士 是代表右翼的 马克龙在明年的5月 法国总统大选 军工企业的产业工人 是他的基本盘 他不得罪的 大家要留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目前来说 法国也有很多 很出名的军工企业 大家可以看字幕 因为那些法文我都不懂得读 留意一下 有一系列的法国军工企业 都是相当有优势 相比中国来说 比中国的军工企业 领先5年到20年 不是惹小的 而且还有很有趣 他有些军工企业 是很小的小规模公司 可能只有几十人 但是他在某一个专利上 他可能是世界上排第一位的专利 这个很有趣 而法国军队 也很有趣 法国的军队 他的军官 或者是工兵 或者是军人 他可以在军工企业 可以借调 可以挂職 退役之后 可以去军工企业 做一个旋转门 可以专业 做军工企业的工程师 所以造成了法国的 军事工业复合体 某程度上 他比美国来得更加厉害 更加厉害 因为法国军方 和法国的军工企业 是紧密结合的 紧密结合 在这里介绍大家看一出 2006年的一出电影 叫做《空中对决》 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法国的幻影战机 幻影2000战机 这出电影 严格来说 故事情节有点无聊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故事情节不吸引我的 但是画面很吸引 法国始终是一个 很有艺术修养的国家和民族 所以他拍了幻影2000战机 他在不同角度拍这架飞机 在阳光照射之下 画面是很漂亮的 他拍到整架幻影战机 好像是艺术品 很吸引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幻影战机 是什么事 你可以看出电影 叫《空中对决》 故事情节不吸引的 即是这出电影 我觉得好像是法国 为他的幻影2000战机 在做广告 很有趣 值得大家看 最后 简单分享几个故事 就是法国出口 或者销售他的军火的时候 一些小小故事 比较经典 1982年英国对 阿根廷的 马尔维纳斯群岛 或者福克兰群岛的海战 阿根廷所采购的武器 尤其是空军的武器 就是来自法国 尤其是幻影战机 和飞鱼导弹 这两个东西 完全是在法国采购的 在法国采购之后 当阿根廷和英国 爆发了战争的时候 爆发了战争的时候 英国用了很多的外交手段 终于说服了法国 你卖了给阿根廷的 战机和导弹 卖了就算了 不过你不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再卖新的战机 不要再卖新的导弹 也不要卖任何的维修保养零件 给阿根廷 如果不是 我英国是搞不定阿根廷的 英国人透过北约军事同盟 条约的理由 去说服了法国政府 令到法国政府 OK 没问题 我不会再销售任何的武器装备 包括一粒螺丝 我都不会卖给阿根廷 结果就造成了阿根廷 在没有任何 遗收无量的零件 没有任何飞鱼导弹的增加情况之下 就用既有的法国制的幻影战机和飞鱼导弹 就和英国海军作战 但是打出来的战绩都非常辉煌 我不记得我讲哪一集 好像讲特种兵那集的时候 讲过一件事就是 阿根廷的飞行员非常勇敢 驾驶着幻影战机 带着 只有一枚的飞鱼导弹 飞向着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 接着发射只得一枚导弹 打向 英国皇家海军 结果将几十亿美元的 英国皇家海军的巡洋舰 Sheffield Sheffield号 打破了 打沉了 很经典 所以嚇到英国不得了 但是很可惜 导弹打完就没有了 阿根廷向法国采购 法国不理他 向黑市里面 购买这些导弹 英国的军程陆处 在黑市里面 洗横手 卖假的导弹 给阿根廷 有这样的故事 可想而知 透过这个故事 你可以知道 法国武器的威力是多大 如果法国真的圆圆不绝地向阿根廷供应幻影战机 以及飞鱼导弹 马岛战役 或者是福克隆群岛战争 英国未必能够打得赢 阿根廷 大家要留意 另外第2个故事 1995年 挺经典的 一个迷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要追问我 就是法国向台湾 銷售一具 老佛爺的巡防艦 什么叫老佛爺 老佛爺 喜欢购物的女士 一定知道老佛爺是什么 老佛爺除了一个 时尚的品牌之外 其实有一款战艦 都是类似的名字 就叫做律佛爺 台湾就翻译叫做巡防艦 内地一般叫做护衛艦 一个中文译法 拉法业巡防艦 在1989年到1991年的时候 台湾政府向法国 签署了一个 购买律佛爺巡防艦的合约 里面是收售了的佣金 这些军艦交付 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被人爆出来 里面牵涉到有佣金 非法的佣金 是不是 有些不当的腐败行为 在那时候 台湾的海军 委托一个 叫混清风上教 负责去调查 到底在采购 立佛爺巡防艦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贪污腐败 在那里 最后查出了江湖传闻 说台湾的一级上将 加上有七个集团 是集体贪污的 结果尹清风上教 尹清风这个名字 挺有型的 像武俠小说那样 要处理 怎样处理不了 他可能会被人暗杀 总之他是死了 一般的说法就说 他是被人暗杀 到底他是自然死亡 被人暗杀 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 法国和这个采购案相关 亦有六个人 是离奇死了 离奇死了之后 后来再查 再查也没得再查 后来陈水扁也号称 一定要撤查到底 查鬼查马 到今时今日 应该都没有结论 台湾出了一本书 讲过 劉伯耶 军购案的贪腐 但是里面讲的 是真是假 大家各下自己判断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事件 最后一个故事 讲回这次 2012年 法国怎样被 澳洲起飞脚 放飞机 澳洲原本是采购法国的 常规潜艇 到最后 脱脱 改为采购英美的 核动力潜艇 这份合约 这张单 也挺大 这张单 截算成美金 好像 659亿美金 挺大张单 其实我们看看时间 大概2019年的时候 澳洲政府和海军 已经提出要采购 外国的潜艇 因为澳洲的工业 或者澳洲的军工 是不行的 没有能力生产潜艇 当时至少有三个国家 公开资料有三个国家 是投标澳洲的 一个是 法国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日本 在2019年最后澳洲政府的拍板 用法国的潜艇 不用德国 不用日本 为什么不用日本 其实如果说日本潜艇的性能 不在法国之下 但是 问题就是 因为日本二次大战之后 和平宪法的限制 所以日本人生产的所有的武器装备 未经历过实战检验 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行不行 对不对 这件事就是日本 瓦底 没办法 和平宪法之下 他不能够出动他的军队 去检验他的武器装备 能够行不行 你说个信字 日本人卖了一堆军火 给你 行不行 你真的说个信字 他从来没用过 在澳洲想想 发现不是 而德国 二次大战 一次大战 德国的潜艇是世界一流的 不过二次大战之后 德国的潜艇 就没那么厉害 对不对 因为始终是战败国 有很多法律的限制 而德国潜艇的排水量 只是相当于法国潜艇的一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澳洲当然是不选择德国的潜艇 对不对 最后就选了法国 选了法国 如我刚才所说 法国其实已经遷就了澳洲 讲明就是什么 我只是卖一只船给你 卖个壳 卖个发动机给你 所有里面的升纳系统 电子系统 和武器装备 你可以采购其他国家 但是澳洲也不深色 到最后 也不深色 不要管 整件事 现在发展到今时今日 大家知道 那几天之后 好像两天 三天 拜登总统和法国的总统 马克龙 聊了一段电话之后 马克龙总统 就变了眉开眼照 重新 派大使 重新回到美国 華盛顿 未来去观察这件事 的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 会不会法国得到美国的认可 向台湾 向南韩 销售武器 从而去弥补 澳洲司委合约 所带来的损失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在网上有很多这些传闻 但是 这些传闻可不可信 大家自己去检视 只不过未来 大家要去观察这一点 所以 希望今天 跟大家介绍 法国的 军事工业 的复合体 能够增加大家对英语世界之外的国家 的军事工业的了解 多谢各位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请大家 继继续